好像是一双鞋 哦,大小刚刚合适 这就有点得了吧 这家伙打手牢 这谁写的个黑粉专用过去 多大臭啊 继续探秘东北黑龙江废弃的人生终点站 这里是每个人一生必来的地方 这也是最后一集了 看看在这一集里还能发现些什么 好像不知不觉又走到这个 一夜五大厅了 这大厅里边还放了两台电脑 都是火产的 地上是一个什么 电子投影仪 这边是祥云厅 哦,这名字都仙里仙气的 这又是一个个别大厅啊 哇塞 现在这个个别大厅空空荡荡 有人没得 这底下是空的 从下边伸上来的 两边都是花丛 现在整个大厅都是 飘着一股那个灰尘 哎呀,这真的是 感觉鼻子很不是滋味啊 我一会儿出去得戴个口罩去 它这画 仙气飘飘的感觉 这边这个大壁纸怎么感觉像是 有亮光呢 应该是外边的光透进来的吧 在这个墙上看到了这么大的一个价格收费表 咱们刚才看到这种高白大厅是 自行去看 那我不行这里是做啥的 写着此门不通 哇,看这地上 通用银行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哇,二十亿啊 这么能够吗 看看这里边是做啥的啊 您好 有人没得 这边的墙皮都掉了 哎呀,我去 一股冷风吹过来 我都打含仗了 这里边有一个小锅子 这门上都写着 防线号 还有什么轻易格 这里好像是休息室啊 这边是什么女厕 哎呀,我去 女厕所 我去 那里边还有双鞋呢 怎么 有人没得 哎呀,忙呀 哇,这个楼 闹不清是做啥的 挺宏伟啊 这路头都已经快被杂草 给盖住了 哎呦,我去 你好,有人吗 哇,这里应该是那个 骨灰寄存室啊 哇 一排架子 有人没有 有点语物,龙刺了 这地方要是有人的话 就怪了 这鬼里边有个什么东西啊 萝卜 发霉了 一片狼藉啊 哇,这边还遗留着老前辈呢 哎呀,大红布 这一排排的架子一眼往过去其实挺压抑的 不知道士兵界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呀 这还有老前辈的 咦 脑不清是怎么弄的 怎么都都一溪在这里了 哇塞 这么多老前辈啊 哇 哇 脑不清是为什么 怎么全遗留在了这里呢 来老前辈 接过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都废弃了 但是依然遗留了这么多的 大盒子 盒子里边 各个都是有老前辈的 其实看完之后 心里边挺不得劲的 这上面只写了一个 实财是什么意思 这是唯一的信息 实财 还有一个编号 207的编号 哎 咱也不是特别懂这个东西 我猜测应该是 无名是吧 或者说是 家属失联了的 应该才会 遗留在这里 但凡有个亲人家属的 应该也不至于留在这里吧 反正怎么说呀 过了三代以后 有几个还能被记住的 脑不清商品是做啥的 有人没得 这还搞过去 大衣我去 这家伙 这楼上的架子 好像都被拆了 一个妈呀 这桌子上还有一个 狮子 这里是寄存员办公室 能看到的是里边有一张床 床上还放着一个老前辈呢 不知道被谁给打开了 很局促的一个房间 这里是登记员住的地方 地上也有三个老前辈 上面也有 哇 就是桌子上还有一个电话呢 说实话登记员的档子是真大 这个地方我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连喘气都快喘不上来了 但是登记员却可以在这里 晚上住在这里 佩服 销نا 赛孩子 朋友们 一些 patent 相簽 主 这是 你 KE